字幕君 時事數字12.8 又不是時間日子 不是,今天是6.4 我不是說時間日子 不過每年6.4都會想到人流方面的控制 警方和主辦單位 大家都咬到你死我活 封了這條街洞道路 甚至出口做得不好 前幾天有些新聞說 巴士公司 接下來會有一架較長的巴士 是12.8米 原本只有12米 現在多了8個座位 3個站位 你不要看少那10人 8個座位 大概11人 你不要看少那11人 我聽到新聞都以為多一點 但當你站在巴士站等的時候 那11人就很重要 可以上車 多一支足球隊上車 沒錯 所以在一些大型的 尤其是集會 甚至是遊行的時候 巴士的角色 其實港鐵大家經常在罵 又不準時 又塞車 又電纜有問題 巴士是一個很好的疏度 港鐵有事 巴士是救援的 坦白說 我每年都是遲到早退的 我去集會都是 但你都是最遲出現的 對 我避了高峰期 你全部進去 希望遲些日沒那麼辛苦 早點離開 這件事除了大家關心 巴士長了 會不會耗油多了 沒有 它正正是可以跟耗油 和之前舊式的巴士 120米那隻差不多 而且有些巴士要淘汰 因為市面上有些 舊式的冷氣巴士 其實行了17年 那些是要淘汰的 這些可能會取代舊式的巴士 令到我們的路 在銅鑼灣也好 更加清新 可以增加競爭力也好 有這樣的問題 沒錯